2012年表哥们火了 先是表哥羊拿财 再有浙江同乡天价年薪官员 打空姐的广州方大国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大家伙是义愤填膺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闻里暴露的问题官员 正在被一些部门一点一点的淡化 以至于成了烂尾新闻 最近某媒体的记者对这些热点新闻进行梳理 追问最新进展 给陕西省纪委打电话的时候 对方听到杨达财三个字之后 连说喂 喂 听不清了 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再打就没人接听了 有评论就讽刺了 说纪委听不清了 表哥们都笑了 有些地区和部门 对于发生在自己一目三分地里的负面新闻 往往是能躲就躲 能拖就拖 到了现在就变成了正在调查 不清楚之类的敷衍 说不定问题多多的表哥们 这会正因为这些踢皮球一样的回答 躲在背后 偷着乐呢 中纪委最近就强调了 对维记案件要拉长耳朵 瞪大眼睛 可到了地方 对于这些典型的案件 反而是避而不见 冲耳不闻 可能他们担心动了一个问题官员 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影响其他官员 也可能是明哲保身 不想惹一身心 可是老百姓讲的话 下不了狠手 捏不了恶疮 处理问题官员的部门 不是职责不清的问题 而是责任心强不强的问题 只有相关部门在处理问题官员的时候 硬起来不再躲闪 那么表哥们才不会再笑出来 这正是相关部门不作为 问题官员成烂尾 查处贪官 文准狠 汇集记忆 难出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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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